开出紫色小花的夏井让人看了好疗愈 深刻农会绿色照顾站近来开办了家庭园艺课程 邀请长辈们一起来学习花草的栽种知识 担任讲师的农委会陶改厂台北分厂助理研究员吴婉玲表示 每一堂课都有不同的主题 像是这次就是要带领大家一起来为植物换盆 而长辈们对于栽种管理的认识越多 也会越来越有成就感 大部分的长者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很多很多的成就感 尤其是有一些长者他会告诉我说 以前他种什么就死什么 没想到这一次就是我换一个种类 然后好好的告诉他们一些栽培管理的注意事项 他们真的把一盆本来小小的盆栽种得开满花 他们其实超有成就感的 原来花草种了之后可不是只有浇浇水 就连换盆也是有学问的 从小盆换到大盆每一株植物的状况不同 补土的情况也要跟着调整 长辈们说来上课之后学到很多 更是享受和大家一起学习的过程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学到很多很多 其实我们已经种过很多 我们以前永远不知道的一个植物的世界 我们现在其实也记不得 可是很高兴这个过程 以前都不知道都忙着上班 那来到农会上课之后 才懂得从那一个小盆子换到大盆子 我们必须要先填多少的土 然后要放多高 来到这边上课才学到 盛科农会表示植物对于人有着疗愈的作用 所以一直以来都有办理相关的课程 也颇受长辈欢迎 盛科农会志工队队长吴信环就表示 接触土壤植物不但疗愈 也能够促进长辈手指末梢神经的刺激 并且还要动脑 对于长者来说一举多得 在种的当下 他们手指会碰触 所以对他们的末梢神经的循环的促进是非常好的 再来就是说他们会用脑筋去动动脑 他们会去把它分支 要不然就去把它组合 那这个对他们来讲都是很创意的 长辈们认真的动手DIY 将多肉植物移植到盆子里 有时候相互讨论怎么种才对 有时候又互相称赞彼此做得好 气氛相当欢乐 来上课的长辈都说 每周一早上的家庭园艺课 总是让人疗愈又开心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深坑采访报道